謝謝陳婷剛剛就是精彩的介紹 然後大家看一下我的就是這個title 就是The Intern 大家應該有看過最近一部電影對不對 對 就是非常紅的那一部就是Intern 其實今天陳婷他都找我來的時候 就是要請我講實習這件事情 那我在想說我今天要帶給大家什麼 什麼樣的內容 所以呢我今天會配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特立集團或者說零售業 他們的這個產業裡面的一些需要的內容 跟工作的裡面的工作職位 跟他們所需要的努力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再來的話我會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要實習 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 跟實習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東西 接下來大家這張圖 有去過特立爐的在場去過特立爐的舉手一下 喔這麼多人 我好像同時要很開心 對然後其實呢 現在特立爐已經不叫BMQ了 因為特立爐在2007年的時候 已經去把他所有的母權買下來 所以像特立爐其實是一家純的本土公司 所以他其實不是外商 OK 那大家對特立爐定義上是什麼 你們要講一下 特立爐 浴缸嗎 浴缸 馬桶 還有嗎 舊版的IKEA 舊版的IKEA OK 特立爐其實 他主要是DIY 對他主要東西裡面去買完之後可以自己DIY 所以他裡面除了浴缸馬桶 然後還有賣很多螺絲 或是各種的一些機械要用的裝修用工具 所以其實大家對特立爐印象很紅 就是像舊版的IKEA 這我剛剛要揮龍你看 IKEA 其實他跟IKEA其實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產業 都是做家具產業 可是其實特立爐不只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對特立爐的了解都只停在這邊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實行的問題 因為進去一間公司實行 你可以了解他整個公司做內部的一些整個組織 那其實特立集團有分成這三項 第一個是零售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零售 零售 然後再來的話是貿易 然後最後是恰復族視野群 所以其實特立集團是貿易情家 他其實不是零售 他一開始是在做貿易視野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講一下零售 大家除了知道特立集團有沒有去過HOLA 因為HOLA的話其實也是 特立集團的其中一個品牌 然後他主要的客群 所謂TA 就是他主要是以女性為主 然後是在30歲到45歲的中高階層女性 就跟特立屋很不一樣喔 特立屋是男性 所以剛剛大家有去過的話 我剛剛都還蠻訝異的 因為他的主要TA主題是30歲到45歲 已婚的男生 對 因為大家常常去特立屋去買一些東西 去做丟去的家裡 好 那我進去這個集團 我目前應該是我暑假的時候是 待在集團的公關部 大家會覺得說公關部應該會 對於這些東西應該會不太了解 就所謂的行銷 採購 電子商務 專業管理跟信念卡卡等等的 可能會不太了解 而事實上沒有 所以我等一下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所謂的行銷跟採購 那大家認為 這間公司最重要的部門是哪個部門 這邊 你們猜一下 我剛剛有講到 行銷 錯 採購 因為我剛剛聽到很多人介紹 都有人在行銷的公司待過 那你們分出行銷跟採購的差別嗎 好 要不要講一下 採購就是你要去 我採購就是你要去找到一個對的貨 然後有市場的 然後回來買 然後行銷是針對這一個商品之後 去做一些相關的 那種議題讓它去發酵 然後有那個市場才會有效果 講得非常好 大家給大家鼓掌一下 對 其實剛剛已經講到了非常重要的 其實行銷它主要是 放一個品牌 所謂的做一個品牌的定義 然後跟傳達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品牌的推廣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大家看到創人物 其實這是焦點的一個品牌 那它要去做行銷 它要去做定義嘛 所以這個創人物主要是以邀請 有去曾經實習過 或者是在市場上有工作過的人 回來分享 那它主要的客戶族群就是所謂的學生 又要講給學生聽 就是回語實習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其實是主要行銷在做的事情 它行銷除了這些事情之後 它在做什麼 它會做一些DM的檔期的規劃 然後它還會做 DM檔期規劃之外 它會做會員的招募 所以它們的KPI其實不是所謂的銷售量 它們其實行銷的KPI KPI就是它的績效的衡量指標 它主要是衡量什麼 來客數 一間今天一間瓶售一間店 你每次的來客數多少 這是行銷要負責的 再來就是會員人數 假設說你們這邊都沒有那個 特例物的會員 那它們可能就是它們的KPI 就要再檢討 所以其實行銷做成這個 就跟我原本進去之前 不會想其他一步一樣 那採購做的是什麼 大家都去過一些Seven全家 或是家樂福 進去之後看到一大堆標語 就是Sales 然後第一件八折 第二件五折 買一送一 對不對 那其實這就是採購做的事情 像剛剛它講的採購是去選擇商品 挑選商品 然後去 甚至可以說去創造一個商品出來 所以你們在每個檔期 比如說在聖誕節 或是萬聖節 或是開學季 每一個的促銷方式 其實不是行銷決定的 是採購決定的 這大家應該顛覆蠻多印象的吧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那些行銷 就是負責去做一些 那個促銷的事情 可是其實是採購在做的 對 好 那接下來的話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公關 因為我本身在集團公關部嘛 好 那大家對於公關跟行銷 你們分得出來它的差別嗎 公關跟行銷 有沒有要講講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公關它主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議題的操作 所以其實你剛剛講的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議題的操作 行銷 應該說行銷裡面 其中有一個工作是廣告 那廣告的話其實是單向的 它是單向的傳達給消費者 我說我今天要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比這個為例子好 我今天要幫創人物跟你交給 做個廣告 那我今天可能就是 放上那個網路或電腦 然後製作一個 一個廣告的宣傳短片 然後跟他聊說 創人物是什麼 然後你來參加可以理得到什麼 所以就是單方面的 好那公關是什麼 公關今天可能 他在這個創人物成立之前 他就會先請媒體 然後幫他做一個新聞 就說最近啊 世界在流行 就是一個交流的活動 然後呢每一個年輕人 都爭相的去參加 所謂的類似創 創人物這種活動 去那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全世界 以前微微瘋狂 這時候你們看完新聞之後 你們就會想說 這東西很酷 然後這時候過了一個月之後 突然就出來 然後你們就會去參加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曾經在七八年前 而是有一陣子 一直在推廣 什麼牛奶 什麼就是要喝起來 又很濃很純很香 然後說我們喝完之後 可以蓋多少 就是健康可以一直加成 然後就是可以很多的 就是得到很多的健康 那其實都是公關的操作 所以其實一個新的商品上市 是要靠公關 而不是靠廣告 所以你們發現做很多廣告的 都是一些舊的商品 譬如像黑松沙士 就是他們已經出現很久了 可是要給客戶一個新的印象 那叫靠廣告 一個很快速的 直接很單向的 那你要創造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議題 像蘋果一樣 它其實要靠公關 但是公關主要在做的事情 其實公關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負責很多 因為我在基盤公關部 不是平台公關部 所以其實基盤公關部裡面 除了我剛剛講的就是 商品的平台的一個公關之外 還有負責所有的 劣害關係的公關都要負責到 比如說像政府媒體 然後客人 或者說股東 其實任何訊息 對內員工也使用 都是要靠公關 好 那這部分的話 我就先講到這邊 因為講下去會太久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貿易 大家對於這塊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那貿易的話 其實特異集團 它裡面的貿易部分 是非常大的 它跨出全世界 上海 然後加州 然後澳洲 都有他們的辦公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貿易裡面 有些所謂業務 業務管理 工業商管理 物流管理 很多很多 那大家對於這些東西 你們有什麼想像嗎 你覺得一個貿易公司 是在做什麼 你們要舉手一下 隨便 欸就是你 沛珍 對 貿易 是 呃就是 跟別的國家 譬如說 歐美之類的 會有貨物的買賣 買賣 網賣 對 然後或是他們的 他們最近流行什麼 是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搜索市的商店 然後考慮要不要進貨 在台灣有沒有市場 對 其實它講的就是 大船對暴易的一個想像 其實也是算對的 可是你講到的 大概也算 十分之一吧 就是它的業務軟 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它要去找你的客戶 其實貿易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 從A、D 開發產品 然後運送到B、D的客戶手上 所以是所謂的 B2B的一個概念 那它其實裡面包含很多喔 除了你剛剛剛剛講的 就是業務管理 就是你要去找客戶 像特意喜歡最大的客戶 其實就是 Walmart 美國的Walmart 它有60%的商品 都是特意集團提供的 好 那再來的話還有 中間的物流 跟品質 QAQC 都是在貿易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為什麼會講那麼多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進去 這邊實行 我才了解到的 所以雖然我是待在集團公關部 但是我進去之後 可以了解到這麼多的細節 一間這麼大的企業 他只能要去run他們的 business 對 好 那其實裡面還有包含設計 跟 跟算是建築開發 因為設計的話 他們一間產品的開發 要很多的設計 比如說你要去 設計這個產品的形狀 樣式 等等的 所以其實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可以有 這麼多 這麼多的一個 算是一個 職位 所以你們 為什麼你們要進去實行呢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實習 大家有實習過舉手 好多人 對 好那你們對於實習 你們那時候找實習的時候 我直接提供大家三個方向 去關於實習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就是為什麼 你們要去實習 你是要想要了解 這個產業在做什麼嗎 還是說你是要找學 你自己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像我剛剛講的那麼多 你大概就對於工作內容有一點了解 可是你沒有進去實習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這些事情 或者說你想體驗職場生活 尤其職場跟學生差很多 你進去之後是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 不能休息 做中午一小時 對 然後也沒有下課時間 好 或者說你只是單獨為了賺錢 有些人真的為了賺錢啊 就是他其實去實習只是我要賺錢 對 或者說你只是要消耗時間 所以這非常重要 那你為什麼要實習 那第二個 就是你去實習 實習的過程中 你去這邊實習你想要學到什麼 好 這邊譬如說專業技能 產業生態 尋找方向 或說你要擴大你的視野 或說你要偏向你的賣 好 再來就是 如何 這其實是最不重要的我覺得 就是你要如何得到這個實習的機會 那 有很多地方提供很多實習的機會 然後譬如說 要怎麼專輯的履歷啊 你移動穿著 跟你的面試之下 那接下來我針對這三個 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要不要去實習 對我來說 其實我是要尋找 我到底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我自己 一直以為我 很適合公關這個產業 因為我覺得我很外向 然後很喜歡跟大家聊天 然後覺得公關好 就是跟大家打打嘴炮 然後去辦一些活動這樣 可是其實不是 公關要做事情非常多 公關要做事情有什麼 比如說公關要 還要寫稿子 要發新聞稿 然後還要對面 其實偷跟他講 你們去很多企業 很多CEO寫的信 其實是我們寫的 就不是CEO寫的 他會給你一個concept 可是最多寫出來的內容 其實是公關寫的 對 這是我進去之後 發現一個非常 我覺得很神奇的一個事情 對 好 那當然 對我來說我想了解零售烈 因為我覺得像佳樂谷啊 然後像 大運發 就很多東西那麼大 那怎麼選商品 怎麼賣商品 其實進去之後都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參加一個叫做商品TIV1 他裡面就會針對每一個檔期 每一季 他們會去提案說 我今天要賣什麼商品 那提案的人是誰 就是我剛才講的採購 再來就是店長 所以他們會進去裡面 然後去提案說 我想要 這季想要賣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你要跟他做去年的業績比較 然後去說服你的主管說 我要賣這個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賣東西的人 就是要去 不是要去行銷喔 是要去採購 對 好 找找自己適合的工作 所以我進去之後 我就會 接觸到各個部門之後 我就會發現我自己適合的 那樣工作 那我像我 我會覺得說我自己適合採購 因為我很喜歡直接 選擇一個商品之後 然後賣 然後賣完之後 你會發現 哇這一季可能 那個成交量 不是成交量 這一季的銷售量 非常多 那如果你選得不好 那你今天的銷售量可能 非常低 那跟你的表現是直接相關的 對 好 那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可以犯錯 因為去實習 你是真的是可以犯錯的 他們會非常的 對你們非常的好 因為他覺得說實習生 就是來這邊學習的 所以你有很多犯錯的機會 可是當你進去職場之後 Sorry 你如果犯一次錯 大家可以接受 犯兩次 快差不多了 第三次就走了 是真的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實習 我覺得一定要實習的 就是這個 因為你可以犯錯 你可以去用你最少的成本 然後去了解 你到底適合什麼工作 了解這個產業 兩個月可以了解 這麼多東西 真的很值得 對 好 再來 要怎麼樣得到實習機會呢 第一個 找尋實習的職學 那這邊提供幾個 那個 地方讓大家參考 就是104跟111 他們上面在 在上面都有很多實習的機會 那他們實習 釋出職學的月份 其實最多的是在下半年 不是下半年 應該說是在3月份到6月份之間 是最多大公司 會釋出實習的機會 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台下TIP 跟 WISDU人跟實習不關 好 那履業撰寫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 還是學生 你們可以利用在你們 學校的資訊中心 他們會幫你做很多的 履業見證 然後甚至說 面試的話也會有 那這邊也是很簡單的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概念 就是不要超過兩頁 就是基本上你的履歷就是兩頁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去無存進 就是把你最 你自己最喜歡的 或者說你自己 最能帶頒自己的東西 你最熟悉的東西 洗上去 然後再來的話就簡潔 然後一定要誠實 你不要說 我今天都沒出口過 我就說我去過美國 我去過法國 然後之後面試官問問 你說你去過美國哪裡 然後你還可以掰 就說我去過紐約嗎 那他就說我問你說 你去紐約你去哪個地方 然後你可能就講得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調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去面試的時候 都會說 那我會講得到 就是面試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我很常看拼下雜誌 可是像我們HR的主管就說 他就問你說 那你看拼下雜誌 你想看哪一期 很有印象 然後他說 我想到他起來了耶 可是我就有看 然後這個人基本上就掰了 所以他不可能就給進去 因為其實他一問都知道 你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而且用心做 然後服裝儀容是因為 我有認識一位 就是金融業的主管 這在金融業特別適用 因為金融業 他們對服裝儀容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視 這也是你進去試氣之後 然後可以了解到 非常多的事情 因為你可以認識很多人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面試技巧 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跟大家講 你去面試之前 你一定要了解 那個公司在做什麼 對 比如說你去向我們 去面試調理物 我就會去了解說 特異集團他到底是有 什麼樣的產業 比如說有貿易 然後有零售 比如說你去面試 那個銀行 然後到底說他有做什麼樣的產品 然後有去 有什麼樣的業務 對 你要去了解他公司的文化 然後再來要去找公司的實習生 比如說你們之後要去面試 特異集團的實習生 就可以來問我 就說欸 你看到那個面試中 你的什麼技巧 或者說剛剛有舉手的人 你可以問一下他們說 他們實習的時候 然後有什麼樣的內容 你去了解之後 你去面試的時候 其實讀考官會對你比較有印象 因為你相對於比較了解他們的公司 那這樣他就是要 其實要做自己啦 就是 因為其實每天公司的文化不一樣 因為進去一間公司 你可以再看他們文化 可是像有些公司的文化 是喜歡很刺激的人 可是像特異集團他 太刺激了 他其實反而沒有那麼喜歡 對 所以其實你們要去 就做自己 因為每個人適合的 真的不一樣 所以你今天那邊 你投了十間公司 那你都沒上你的文化 像我 不會投我多一間公司啊 然後我也是 不一定都會 我全部都會上 對 所以其實做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在實習中學到什麼 或者說我覺得 大家去實習中 可以學到什麼 第一個就是 最直接的專業指示 像我就會了解到公關的技巧 一間公司 像我們部門只有三個人 包括我 就是整個集團的公關只有三個人 然後 加我只有三個人 所以三個人要怎麼樣做 集團公關 這麼多事情 對內對外 所有紀錄高的發佈 Based Browser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了解到了 我在街友這邊 了解到這個態度跟紀律 因為我去實習發現 公關工作其實是一個 非常要求細節的 的一個工作 那剛好跟我 跟我非常的 有點不一樣 然後我繼續學到非常多 因為他會 針對他每一個字 然後每一個排版 都一定要非常精確 否則會讓我感覺 非常不專業 然後還有很強的溝通能力 對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學到零售與貿易 剛剛我用很快的時間 跟他講解一下 零售與貿易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組織文化 就是在西西裡面 可以了解到的東西 再來的話就是職場經驗 這點我覺得也是非常需要 去實習的一個原因 因為有時候我們學生 進去職場實習 我們會用學生態度 去做很多事情 可是其實並不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好了 就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有做一個 一個實習任中案 然後我們要 run 一個公司的project 然後呢 我們就是花了 每個禮拜都花時間討論 討論完之後 送上去 HR 主管也過了 然後之後到了那個 我們的副總經理那邊 就是我們這個project的最高主管 他一句話就說 不行 我要這個東西 你們做東西我不要 然後就全部就沒有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以學生來講我們就會想說 很難過嘛對不對 就是很難過之後就很挫折 然後覺得說 明明這樣就最好 為什麼你一句話 就打斷了我們所有的東西 可是其實在職場裡面 是非常常態的 因為你要了解你的角色是什麼 像我們角色只是一個consultant 我們只是一個協助的角色 給他建議你 那今天你不是個決策者 那今天決策者是誰 是你的主管 那他今天做決策 他就正在你責任嘛 所以我們進去裡面 就是可以在這些過程中 學到很多職場的一些 妹妹槓槓對不對 然後辦公室文化 還有職場能力 都是你可以在職場裡面學到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視野 我覺得視野 是一個非常棒的實習 可以帶給你的東西 你進去之後 你會認識到非常非常多 跟你不同領域也好 童年也好 都是非常厲害的人 對 所以視野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人脈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因為進去裡面的話 你會認識很多人 除了你的上司 你的 mentor 或是說你的自己 彼此的時期 甚至間 你們都會有很深刻的交流 好 那最後我想送給大家 不是就是 Rest in reason and moving passion 就是你很多事情 你在要怠惰的時候 你要想 就很理性的思考說 你這樣做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適合你自己 可是你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你就投注你所有熱情 然後去做每一件事情 然後所以這句話送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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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